大家好,我是亮哥,今天来看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猎凶风河谷》 故事发生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印第安保留区 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中年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人,要不就是苦苦挣扎,要不就是自暴自欺 这片土地仿佛被现代文明所抛弃 而在看起来神圣的白雪之下,又隐藏了许多不为人者的罪与恶 故事开始,一个女孩光着脚,在无边的雪地上奔跑 他多次摔倒又爬起来,显得是如此无助与悲凉 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是却可以体会到他内心的绝望 正片开始,柯里是一名受雇于政府的职业猎人 负责猎杀一些威胁到家属和群众安全的食肉动物 本来他有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可是三年前他的女儿曾遭不测 尸体被狼群啃尸,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这件事呢,直接导致了他和妻子的离婚 妻子带着儿子搬出了保留去生活 这天,柯里的前老战人的一头牛被咬死了 牛身上的伤口,他判断应该是美洲狮所为 而且是一头母狮在叫两头小狮子狩猎 柯里叹息母狮子竟然拿家畜做实验 这可害了他的整个家庭了 虽然可惜,但猎杀这些又危险的动物是他的工作 柯里开始驾驶雪橇进山 他独自一人穿行在王王的雪原,寻找美洲狮的踪迹 然而在荒芜人烟的雪原中,他却意外发现了人的脚印 而且旁边还有血迹,察觉到不对的柯里 穿上了雪地吉利服,拿上武器顺着脚印一路追踪 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具尸体 柯里谨慎地过去查看,发现死者是一个少女 而且自己认识,是女儿的好友 也是自己好友马丁的女儿小娜 电影开始奔跑的少女真是小娜 此时她双脚赤裸毫无生机 柯里不由得一阵心痛和惋惜 她也再次想到了女儿 收拾好心情后,她通知了暴力区的警察 而在这广袤的暴力区,只有区区六名警察 并不具备处理凶杀案的条件 警局就上报了FBI 但是正赶上暴风雪,FBI迟迟不来 良久的等待后,FBI的人赶到 没有想象中的大阵仗 只有一个菜鸟女探员,简 众人见面后气氛并不算愉快 大家对派这样一个脚蹬高跟鞋 穿着单薄的衣服,懂得瑟瑟发抖的菜鸟探员 都非常的不满 还是柯里让她去老丈人家里 帮上了防寒的衣服 这也足以看出,保驴其实处于基本被抛弃的状态 随后柯里、简、警长三人 立即赶赴了案发现场 赶到是天色已经放晴 经过初步的查验 根据死者赤裸的双脚和身上的血迹 简初步判断为谋杀 并且死者可能遭遇了性侵 但这还需要法医的检测 从警长和柯里口中得知 离这里最近的建筑是一处小混混的房子 离此处3.5英里 相反方向,最近的6英里有处钻井队 不过那里的工人都已经放假了 小娜为何出现在此地还是个谜 柯里对于简说的谋杀并不赞同 他根据血缘力丰富的生存经验判断 死者小娜生前一路赤脚狂奔到了这里 由于晚上的天气比现在还要冷上20度 如果长久呼吸冷空气在雪地里奔跑 血液就会被冻住 最后冻住的血液会把肺部撑破 小娜就是被自己咳住的血呛死的 简随后问柯里 你觉得小娜光脚能跑多远 柯里回答我不知道 我判断不出人的求生欲望 但我知道一定比我们认为的远 在柯里离开时 简请求柯里帮他追踪线索 因为他不会 呃这菜鸟是实打实的菜鸟 可能是出于对女儿的愧疚 和对好友马丁的同病相连 柯里同意了 之后法医的事件结果显示 小娜的死因和柯里说的分毫不差 但小娜生前遭遇了殴打和多次性侵 这也许是小娜深夜吃脚狂奔在雪地的原因 虽然大家都明白 殴打和性侵导致了小娜的死亡 然而这并不是小娜的直接死因 案件就不能定行为谋杀 如果简如实上报的话 估计FBI会立即召回她 留给保留区当局处理 那么小娜可能永远就死不瞑目了 良心告诉简 她不能这么做 所以她现在得不到任何支援了 随后警长带着简去小娜家里询问情况 小娜的父亲马丁一脸淡定 说女儿已经成年 她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做决定 不需要她来管 她只知道女儿和她的男友在一起 而小娜的母亲伤心过度 靠自残来缓解悲伤 让简正经一场无法开口询问 此时柯里也来到了这里 马丁见到柯里后 再也无法强壮正定 压抑在心中的悲伤像绝地一样 蓬勃而出 小娜一心想离开这片毫无希望的徒弟 可是还没有实现就死在了这里 而马丁的儿子也是个不良少年 自暴自弃 终于吸毒犯罪 而且还彻底离开了这个家 马丁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 同样用丧女之痛的柯里劝违马丁 这种痛楚已经无可避免 你要试着接受 只有接受这种痛苦 才能感受到她一直就在你的身边 你会记得她的所有 而马丁的暗示柯里如果抓到凶手 不管她是谁 即使是自己的儿子 也要毫不手软地干掉她 为小娜报仇 随后柯里众人赶往小混混的住所 警长介绍 小娜的弟弟 警长和两个小混混住在这里 他们叫开门以后 小混混刚刚吸食了毒品 见到警察来自己家 便坐随心虚地向警长和简 喷射了房廊喷雾 然后屋子里的几个人赶紧四处逃窜 柯里明显料到这种情况 直接在后门堵住了逃跑的两人 一千轮倒两个 而简和警长 扔着眼镜的巨桶冲进了房子里 和最后一个小混混发生了枪战 简虽然经验不足 但还是很勇敢的 最后为了自保 开枪打死了小混混 由于此处理发现尸体的地方最近 他们当然怀疑小娜之死 和她的弟弟等两个小混混有关 可是询问之下发现 弟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姐姐已经死亡 当她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 痛哭流涕 她只知道当晚姐姐去找她的白人男友去了 看来小娜的男友非常可疑 可是弟弟并不肯告诉简对方的任何信息 简想让柯莉去问问 毕竟柯莉也算是她的伯父 柯莉却说你问他们 还不如看看这条线索 原来柯莉发现了屋子附近 有一条单程的雪橇痕迹 轨迹直通山上 而小娜的尸体 就是在轨迹附近的山上发现的 难道这不真的怀疑吗 随后两人跟随痕迹一路上山寻找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轨迹的附近又发现了一具 被动物啃咬的不成样子的尸体 这下两人有点懵了 一暗未破一暗又起 晚上他们计划明天去 有监控的钻井工地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柯莉从小娜弟弟那里得知 姐姐的男友叫马特 就在钻井队做安保工作 柯莉也对小娜弟弟的堕落 痛心疾首 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面对小娜弟弟的抱怨 柯莉说你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 参军上大学等等 都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而你却自暴自弃 选择了最烂的一条路 除了时间生活 本就没什么公平可言 我们斗不过这个世界 就只能改变自己 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之后柯莉把得到的消息 告诉了警长 简在一旁也忍不住 偷听到了 简的偷听 涉及到了美国的司法正义 简单的就是说 犯人的口供 必须警察亲自问 否则无效 此时小娜的男友 就非常可疑了 而两条线索都指向了钻井队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柯莉继续追踪 非常可疑的血交轨迹 而警长待人 明天的钻井队一探究竟 看看能不能找到 录像和小娜的男友 分别不久 简再次找到了柯莉 原来经过连夜的指纹对比 在山上发现的尸体 竟然是嫌疑最大的马特 结合他们所知的线索 这个钻井队看来有大问题 从闲谈中 简也得知了柯莉的女儿之词 原来三年前柯莉在山下工作 一次下暴雪 她没有回家 便借这个机会 和妻子在山下 过了一下二人事件 但是大人不在家的消息传了出去 家里便来了很多女儿的朋友开party 朋友的朋友又带着朋友的朋友 结果第二天 女儿就失踪了 再次见到女儿 已经是一具被狼咬坏的尸体 凶手至今也没找到 这让简再次感受到了保留区的无奈 次日众人缤分两路 柯莉穿着一身吉利服 顺着雪橇轨迹继续寻找 而简和警长则带人来到了钻井队 简发现钻井队安保人员的脸上 都有明显的伤痕 而钻井队的人解释 使其雪橇巡逻的时候被树枝划伤 接着又问了马特和他女友的情况 并说马特失踪了 马特的女友小娜来警局填了一份失踪表 这时其中一人脱口而出 不可能 他们从广播里听说 马特的女友尸体在雪地里被发现了 这可就怪了 广播里并没有公开死者的性命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副警长又发现 这些安保人员居然对他们呈现包围的状态 立即拔枪相向 安保人员也立即把枪对准了他们 此时的气氛剑拔弩张 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而他们的头说 这是能源部批准的私人场地 警察根本没有权利来查 而简则表示 自己是FBI 有权管下所有联邦治下的土地 此时简他们的人数和武器都不占优势 他率先放下了手枪 然后劝双方都冷静了下来 这一茬就此结果了 而此时呢 颗里一路跟踪轨迹走 一万发现了轨迹旁边的美洲师的洞穴 而那条雪橇的轨迹 一路延伸到了远处的钻井队 颗粒大感不妙啊 这条轨迹的附近出现了两具尸体 现在轨迹直通钻井队 这条轨迹应该就是他们追赶小纳 并把马特的尸体抛尸而留下的轨迹 因为此处有美洲师等动物 应该是为了让动物 吭示马特的尸体会失灭迹 他立即联系了警长 难和距离太远联系不上 他值得驾驶雪橇向山下赶去 简这里准备看一下马特的住处 可是里面有个睡觉的工人 此时导演通过非常不错的剪辑 给我们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当剪敲门时 时间回到了案发当晚 开门则是马特 门外站着的是小纳 小纳趁着钻井队没人 便来宿舍见马特 两人一番激情过后 正在温存之时 马特的队友们喝酒归来 看见了一山不正的小纳 本来这地方就十分的荒凉 见个女人都男 马特的队友们个个醉意朦胧 看见这一幕都色星大气 猥琐男开始带头各种调戏小纳 马特顿时怒不可恶 便和猥琐男打了起来 众人看见马特 因为一个印第安女人打兄弟 也一起围攻马特 当然他们可能也有其他的想法 最终马特和小纳双拳暖地四手 全部被打晕了 结果小纳为众人轮奸 醒来的马特看见这一幕 用谨慎的力气缠住队友 让小纳赶紧逃命 他用自己的生命 换取了小纳的活路 然而客气 小纳最后还是冻死在了冰天雪地之中 时间回到现在 简一只敲门却没人回应 安保人员的头大声向乌里喊 FBI来了快开门 此时柯里也终于联系上了警长 警长立即提醒简离开门口 然而还是迟了 乌里传来一声枪响 直接把简给冲飞了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 既然事情败露 双方立即展开了枪杆 然而还是刚才说的 警察方面在武器和人数方面都不占优势 经过一阵火拼 警察全部倒地 还被这些安保人员当场补枪 而简则因为穿了防弹衣 并没有被直接杀死 就在他们要杀死简时 柯里终于赶到了附近 在血涕吉利福的掩护下 阴眼附身 一千一个把屋外的安保人员全部击毙 屋子里只剩下一个猥琐男和一个队员 柯里再次一枪带走了窗户边上的队员 而猥琐男被吓破了胆 他根本看不到柯里 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即逃离这里 尽管受伤的简向他开枪 但只打中了他的胳膊 还是被他逃走了 柯里先是把受伤的简抱到屋内检查 发现简直是被弹片所伤 并不致灭 简单处理一下后 简让柯里去抓住那个畜生 柯里再说 我会去抓住他的 但是我不会把他带回来 简点了点头说 我知道 很快柯里靠着丰富的狩猎精眼 抓住了正在逃跑的猥琐男 把他带到了山顶 当猥琐男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 柯里对他说 自己不是执法人员 只要他大声说出自己的罪行 就能放任他离开 猥琐男抱怨这里冰天雪地 没有声音 没有乐子 猥琐男他们来此地才多久 就受不了了 可见此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最后在柯里的逼迫下 猥琐男大声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柯里的信守承诺 发让他离开 但是想要活下去 他必须光着脚 跑到离这里最近 距离有6英里的高速公路上 然而猥琐男只跑了几百米边 肺部破裂 气绝身亡 而回想起小娜 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孩 在那天晚上硬是勇敢地跑了6英里 也就是9.6公里 在医院里 简得着小娜 吃脚跑了9.6公里 不禁流下了眼泪 柯里说 简得勇敢救了他一命 简则说 使他运气好而已 柯里则说 这里没有运气 城市里才有 狼群只会吃掉体弱的鹿 而不是倒霉的鹿 在这里唯有生与死 电影的最后 柯里找到了马丁 马丁脸上画着 印第安人传统的死亡彩绘 本来他已经失去了 活下去的动力 好在经过柯里的劝说 他的儿子联系了他 和家庭重归于好 杀害女儿的凶手们 也被击毙 马丁问柯里 听说只有一人下落不明 柯里则说 天王灰灰 疏而不漏 马丁也明白了 女儿的大仇得报 最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政府编制的失踪人口 统计数字中 不包括印第安妇女 没有人知道 有多少人失踪 这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好了 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